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朋友节目,军武器言,你节目主义Larry 我这一节的世界防御消息想跟大家讲一下俄罗斯 最新似乎有些无人机被乌克兰人击落 击落俄罗斯的无人机,大家可能会猜会不会是柳叶刀 比较新的那一部,或者是伊林的SHA-136等等 看上去就不像是 今次发现被击落的无人机,竟然反而会像我们说在Toyki製造 今次的TP2,亦是乌克兰最常用的一种 比较高的高度可以飞的无人机 这部无人机可以这么说,在俄罗斯的无人机的范畴 是真的比较少,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无人机 它本身的名字叫做Corsair Corsair即是海盗,海盗船 虽然很有趣,名字叫海盗船 但你不要将它和乌克兰Corsair另一只导弹混淆了,不同的 Anyway,你看到今次被击落的无人机 证明了俄罗斯似乎他们都可能会量产一款 会类似TB2这一种无人机 当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俄罗斯经常去伊朗 买SHA-136或者伊朗一些其他无人机的情况下 难不提防俄罗斯自己都在量产一定程度的无人机 有点像TB2那种 即是会攜带一些对陆攻击的武器 这当然会响起警号 而且也要留意俄罗斯究竟在这种战争里面有什么武器的变化 而且我们也观察到俄罗斯战争里面和其他战争都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所说的阿塞拜基对阿美尼亚那场战争 在现代战始终无人机都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出现 在这场战争里面也观察到包括我们所说的中高度 即是经常性出现的这些大小小的无人机 以及一些自杀式的油档式的无人机 都是交叠着使用的 我们说回这款Corsair 这款叫中短程的侦察无人机 其实它本身属于俄罗斯的一家研发公司 叫做KB Lutsch 一个研发的情况 它研发已经是2009年了 从2015年开始进行一个测试 你会观察这一架无人机 其实在俄罗斯来说 他们会想着在2025年的时候 会大量量产去制造军队服役 所以我们相信在2022年、2023年 可能会有少量量产出来 先交给军队做一定的测试 如果我们细心去看Corsair 这一架海盗船无人机 它本身的设计也是很传统的设计 包括以色列也好 土耳其也好 它用一种双肝模式去设计 都是V字形的蝎字尾 我们叫做蝎尾 后面有推进式的螺旋掌 它的动力大概50匹马力左右 所以无论是飞行的高度和速度 如果跟TP2比较 都会比较顺利 它的飞行速度 每个钟可以飞行150公里 而相对续航的时间也差很远 比如说Corsair 它可以续航大约10个小时 而TP2它的续航时间可以去到26-27个小时 相对来说 它的范围也差很远 当然我们从它的机身的大小 和它的引擎的大小 设计等估计 它的有效载货 其实就会比较 就是TP2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如果我们跟回TP2的有效载货 大概是150公斤去计 它可能没有50公斤 可能只有30-50公斤左右的有效载货 如果有这样的有效载货 你能够携带到 包括它的光电头 做偵察 又或者它携带的武器 都不能够是一个优质 很大型的偵察装置和武器 初步估计 Corsair 它本身都可以用一个标准的形式 就是滑墙的形式 在一个有跑道的情况下 就是起降 如果没有跑道之下 就可能需要用到一些弹射器 将它们彈出来 应该有一个底盘 即是可以有一个发射器 做了一个底部操作 彈射的情况 当然如果受制于 本身的无人机的规格 我相信这架俄罗斯无人机 飞行的高度 会比TP2低不少 TP2的高度 大概是7500米 大概是2万多尺 我绝对是2万尺以下 5千米左右的高度 5千米左右的高度 很明显会受到 乌克兰一个武器的克制 就是我们所谈的 就是我们所谈的 变葵式的防系统 例如如果面对 星光的防飞弹 痴针的防飞弹 西北风的防飞弹 等等 面对它们的锁定 都很难做得离 所以说回今次 即是这个Corsair被击落 可能会有几个情况出现 第一个情况 就是它的飞行高度 飞行不够高 在5千米的楼下出现 为什么会飞到这么低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它本身的载荷肯定不高 即是它的大小 引擎、出力等等 它能够携带到的偵察装备 也不会特别好 解像度不特别高 可能操作的高度 要再低一点 可能要在5千米以下高度 去做偵測的动作 对地面部队进行情监征 在这个情况下 你飞得越低 便会比乌克兰地面部队 越容易发现 我们说真的 你被痴针、 被星光防飞弹 一发现了 然后作出锁定 很快就能够 将你打下来 所以它的运行高度 很有可能 可能是低于5千米 甚至去到4千米 4千米 4千米 这些距离 对manpath 这些高度打击你下来 问题真的不大 另外一个可能性 来自乌克兰军队 它可能会用到一些仿系统 将你击落 可以用300系统 将你击落 亦可以用最新的 包括NASMS NASMS的仿系统 赞连斯基近期都说 基本上拦截到100% 所以我相信拦截这种 无人机 如果属于一种中大无人机 其实用仿系统来说 可能用导弹击落 也不算是特别欠 如果计算子弹和无人机 价钱相比 总会好过打游荡的弹药 或者自杀式无人机 例如Sharhi Xamuk 打下去 1比1 计算的价钱 也不算差 甚至乎有没有机会用到战机 例如乌克兰 用米格29 苏27 在空中巡逻时 发现你将你击落 甚至有攻击直升机附近 即是发现你击落 也不奇怪 麦戴纳可能 即是说到俄罗斯 即是我们说到他被击落的情况 很可能都来自他们之前情报的缺陷 例如没有办法得知 在附近空域里面 乌克兰地面部队 或者他们的空防系统的布防 所以进入了一个高度戒备的地方 所以被乌克兰的防空部队 将他击落也不奇怪 说回这部无人机 其实也似TB2 其他无人机 以寻监精来说 即是它本身一定有光电头 即我们经常说有电视头 光电头 有红外特征等等 日与夜 全天后的监察 都比较灵活 都可以适合不同的任务 例如非战斗的任务 一些气象的偵測 航空的摄影 目标的搜索 甚至乎运输 一些简单的运输 都能够做得到 Concer 我相信 会比以往 他们用的无人机 Olin 10 会先进一点 包括他们去处理光谱的辐射 所以他们相对 即是能够去对高光谱的数据 它能够准确辨识到地面的目标 所以如果经常说 他们有些瓦兰艺造的目标 做一些Decoy 即是引诱你攻击的有利 例如我们之前说 地面上铺设一些气球 或者一些木製的器材 扮演一些高价值的目标 例如海马斯 俄罗斯之前说 击击几个海马斯 但其实全国都没有 即是二十几套海马斯 那你怎么打得这么多呢? 其实全部都是属于有利 即是一个Decoy 所以如果有些比较 解像度高 即是比较设备好的黄机 它就能够分辨到 真与假 所以就不会令它们 经常攻击到假的目标 Concer 其实Concer 都可以使用到 有些迟在TP2 攜帶地獄火的飞弹 和火箭榴弹 去进行地面打击 它都可以使用到 俄罗斯的地獄火 飞弹的系列 Attacker的系列 都有好几个系列 它都可以打击到 现在的坦克 一些步兵的战车 一些掩体 或者低空飞行的目标 它有三个版本 可以给你做选择 包括一只高爆反坦克的版头 专专用来攻击 一些大型的装夹 9M120M 但如果你对付一些非装夹的目标 例如地面部队 可以用9M120F 又是高爆的弹头 去打掩体建筑物等 破坏力都相当不错 另一只叫做9M220O 这一只是近诈引讯 可以大概4米範围内 和空中目标交战 用碎片 即高速的情况 去撕毁对方的目标 Corsair 本身大概有三个系列 去做一个测试 另外还有其他系列 包括6月时 有个Lumberland VR系列的无人机 被瓦蘭军队击落过 所以相信俄罗斯 他们都明白到无人机的重要性 他们之前用的 比较倾向的偵察型的Orlentine 在这个战争里 都经常被击落 他们现在最新的系列 柳葉刀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柳葉刀 现在亦当是一种自杀式的无人机 对乌克兰一些目标作出攻击 我觉得明显 俄罗斯没有那种中型 可以长时间能够起飞的无人机 所以相对于乌克兰来说 在战场上的呈监精的工作 会做得比较差 大家不要小看 在战场上呈监精的工作 因为无论是乌克兰和俄罗斯 他们都缺乏 好像美军那种 RQ-4的全球鹰 这种飞得又高 它续航时间又长 它可以搜寻乌克兰 又大 这种无人偵察机 所以 没有办法对现场 24小时 都能够有一个 即时的实时监察 我们经常说 军队的东西 调配信息万变 所以 不同的时间 都有不同的部署 往往你今天做的偵察 明天都已经不同了 你要不停地在地区 去做一个偵察 在任务规划内 才能够做得精准 在打击目标上 亦都靠无人机 去完成整个杀伤面 最后几个step 包括 最后目标的搜索 锁定 攻击的时候 追踪 最后去确认 目标打击的情况 这个我们经常说 杀伤面整体的运作 是一个军队 要精准打击一个目标 必不可笑一患 说回俄乌战争 其实跟其他现代战争 都是一样的 很多地方 除了美国 或者北弱等国家之外 比较重视空中的优势奪取 电池频谱的奪取之外 其实很多部队 他们都在一个未明确 风优的情况之下 以火力 包括的远近 和大小的火力 去缺盛 所以另一个情况 就出现了 就是陆军的对视的时候 如何可以打破 僵国 如果以火力护军的形式 去打 也是说回一战二战 甚至滑战豪 这些守旧的战术 但是新的突破点 大家观察 现代战争 就是低空的突防 其中一个 就是来自自杀式的无人机 或者我们叫loitering 就是游荡式的弹药 如果能够锁定目标的时候 他就会在空中 立即苦衝攻击 目标 如果跟不着 或未找到目标 还可以在空中游荡一段时间 然后再苦衝攻击 目标 最好用就是 首先在任务规划上 有一架长时间制空的无人机 首先在空中 锁定目标 最后是苦衝攻击 例如我们说到美军 他也有switchblade 300 和switchblade 600 今次在战场上使用 相信口碑应该是不错的 包括300 可能打击地面部队的情况 600可以打击装甲部队的情况 相信是不错的 还有一架 我们未知是什么 Phoenix Ghost 即凤凰幽灵 真是秘密到到现在 我们都没办法一窥少少 这个情况 一点点的样子 我们都不知道 效果是怎样呢? 不过我相信 Phoenix Ghost 其实是一个 比较实现阶段的 loitering munitions 遲些会再给大家 看到这种 油荡式的弹药的利害之处 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 双方都走不开 在这场战争里 也看到油荡式攻击弹弱 即利害的情况 还有大家有不同型号使用 有不同的战术配合 最重要的是 究竟在杀伤链里 大家如何发挥到最好 将自己部队的优势 即打得最好 对前线部队的掩护来计 除了我们经常说的火炮 包括俄罗斯用前苏联用的火炮系统 而乌克兰这边 暂时使用北弱火炮系统 也看到北弱用M777 或者用海马斯 或者用PCH2000的自走炮 他们也有压倒性的优势 如果再加上很多自杀式的 油荡式弹弱去攻击 俄罗斯真的不再在无人机 或者油荡式弹弱再发展 真的会被北弱一年压砌 不过俄罗斯也开始急起直追 在这种中型无人机 尽量制空时间加长 将载货提升 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当然 暂时我们发觉 它也不能跟TP2 甚至以色列 我们说仓路无人机 做一个比较 无论从它的引擎 续航时间 还有有效载货 仍是差一点的情况 所以你观察到 之前土耳其是否会与俄罗斯 谈将TP2生产线放在俄罗斯 又吃布克兰的生意 又吃俄罗斯的情况 但俄罗斯我相信 如果它得到技术 它也会尽量用自己的优势 去国产这种无人机 所以我们也会看 俄罗斯这种无人机 未来有机会发展成为气候 或者我们相信 它恶于包括引擎科技 晶片 或者高科技 的飞用系统 设计等等 很可能还停留在 现在这一刻 Corsair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看到 乌克兰自己 也有机会 继续发展自己 无人机的科技 和土耳其这边的发展 应该 也会讨论 乌克兰自己 国产的一种 无人机的情况 很可能 到时 乌克兰有个 后发先至的优势 好 这一节 我们就说到 俄罗斯 有一只 中型的无人机 终于被发现 击落 当然 这个对俄罗斯 也不知道 是好消息 还是不好消息 不好消息 就是被击落 但好消息似乎 他们都开始认真研发一种 中型的无人机 在战场上的应用 好 另外 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包括 可以收听广告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订阅了的时候 记得按铃铃 也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节目更新的通知 如果可以 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在patreon.com的时候 打回TigerNHK 你会找到我们的patreon币 如果能力之所及 可以除完火金 和comment like 和share我们的节目 好 那我们在烏克兰战报 和其他世界发行消息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